台东丰田国中24号启用蔚来教室黑盒子剧场 县长罗斯林表示 培育学生多元且实行发展是县府的目标 为了让孩子拥有专业良好的学习环境 县府积极争取新建台东第一座黑盒子剧场 让有艺术表演天分的学生 能够在完善的设备空间学习 借此培育挖掘更多台东表演人才 接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台东丰田国中24号启用黑盒子剧场 看到音乐专班学生精彩的演出 县长饶庆林看了很感动 表示县府积极争取经费 新建台东第一所黑盒子剧场 就是希望让学生可以使用到专业的剧场环境 很高兴 我们流行艺术专班今年是第二年 第二年就可以有这么好的表现 那我们今年呢 不仅有部分的同学已经参加了今年的金曲奖 明年我们还要带部分的同学能够有机会看到 真正专业在北流 我们来去看真正的一个音乐表演 要到达什么样一样的一个位阶 今天很高兴也感谢各位同学 你们用你们特余多余的时间 认真努力的来为自己的兴趣打拼 我真的好感谢 那更感谢我们今天在座所有贵宾 因为有你的支持 浦文森校长还可以在丰田国中 把学校办好 也祝福大家啦 反正我看了很开心 我刚刚跟浦文森说 你们认真唱一点 这样以后我换你了就不用花钱啦 自己唱就好了 对不对 对 没有信心的算了 我真的很棒 加油好不好 好 平常得利用早自习 午休放学的课余时间 找地方练习的学生们 表示有了这个剧场实在太棒了 很开心因为 学校让我可以有很多很多的表演机会 然后也让我可以这样 借着由这些场地 然后来训练自己的 一个唱歌的技巧跟胆量 希望借由全新的黑盒子表演剧场 可以给更多对表演有兴趣的学生们 练习探索 介绍安如综合报导